略会主委张晓月上午出席一场 中国大陆制度变迁和战略动向的研讨会 张晓月致此时表示 大陆应该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两岸应该建立互信 展开对话交流 不过大陆当初承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 针对香港青年议员游慧珍 梁颂恒资格遭到香港最高法院取消 是否意味着一国两制已经破功 如果香港的人能够 自己来处理自己内部事务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才符合当初 他们的一个所谓的说话算话的态度 基本上一国两制 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感觉到说不大可行 因为如果是一个好的制度的话 就不会需要有两个制度 所以可是既然香港当初 北京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话 我们觉得应该是要遵守这样的一个承诺 另外国内有32个退降日前赴大陆 参加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 不但专心聆听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谈话 更在唱中国大陆国歌时 肃力聆听也引发了争议 张晓月提出呼吁 要注意到社会各界对于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有一种就是并不符合社会各界的一种主流的一个看法 感谢您的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